来看到罗东又多了一处新的休闲空间 罗东国中旁的爱国路人行道 原本只有一米半的宽度 加上环境脏乱少有人在行走 为此罗东镇公所特别向中央争取到经费改善 除了把人行道拓宽到2.5公尺 也做了绿美化 提供学生舒适又安全的步行环境 赤字1300万的罗东镇爱国路通学步道 在今天正式启用 镇长林芝妙以及罗东国中校长 早上特别率领学生前来散步体验 一方面让我们的小朋友上下雪的时候 能够很安全的 不要以人车争到 所以公所向中央争取了960万的经费 公所自筹340万 我们希望把这个通雪狼道 一方面有环保 一方面的人文艺术 一方面呢 我们配合罗东国中的这个科学馆的这个 我们呢 科学馆里面有这些蝴蝶科学馆 然后呢 我们呢 对于我们这个通雪狼道呢 我们一方面呢 采用这个最环保的 有透水性的 像昨天呢 雨那么大都没有淹水 我们罗东国中的这个接送区啊 只有正门 中华路的正门 现在啊 在我们的爱国路 这个后门这个地方 又多了一个接送区 那我们准备啊 就是说 把这个学生啊 家长接送区啊 分成两部分 尤其在下雨的时候 过去只有一个接送区 学生啊 会显得非常拥挤 那边还有一个幼稚园 那现在这边也有一个接送区啊 那这个无形啊 就可以分散掉一半的 这样的一个接送时间 我相信会对家长带来 很大的这种便利 步道总长708公尺 除了将1.5宽的人行道 拓宽到2.5米之外 还特别选用透水性的材料 作为铺面 并且由学生集体创作 马赛克拼贴 为步道增添缤纷色彩 这边都会有很多狗大便 还有落叶 然后几乎不太会有人走这条路 然后现在改了 而且又有做环保的渗水措施 应该就是鞋子都不会再有 那个进水的问题 以前下雨天的时候 鞋子都会黏搭搭的 然后现在就都可以改善 然后大家就300 200多个人 做这个昆虫的这个马赛克 然后这个可以放很久很久 然后是不是以后毕业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回到罗东国中 来看我们以前做过的东西 公所希望透过步道的启用 提供学生舒适安全的步行环境 并且活化社区居民的休闲空间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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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